好了 各位 歡迎又來到人類心理學的研究所 當然開節目之前就介紹一下身邊的拍檔 就是這個註冊遊戲治療師 陳嘉敏 Jasper 你好 Hello Joe Hello 大家好 其實正式講之前 正式介紹Jasper之前 想先縮一縮 看看 你看這個肌肉 先拿開咪高峰 大家見到這個不用問 最近非常熱滿 也講的是MIRROR的最新的廣告 當然以前我們在另外一些節目的時候 都有提過 不是講小學生應否談戀愛 而是講小學生或者中學生或者年輕的一族 怎樣去正確 或者不要叫正確 怎樣去追星 或者家長去看到自己下一代去追星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都陪伴他們 還是他們的想法應該怎樣呢 沒錯 其實我想大家每個人都是對於一些漂亮的東西 其實家長有自己審美 其實小朋友他們自己有審美 可以在家長和小朋友的家庭對話當中 其實可以發覺一些共同的話題 一起討論一下都可以 其實可以比較用一個開放的態度 不要一來就說這些不穿衣 我們不要看了 這樣可能就未必那麼適合現今社會這種開放 比較大家是交流 透明化的溝通 大家互相平等地去談一下 當然大家剛才都聽Jasper說 可能家長對著下一代就一起去談 一起去討論 一起去欣賞 一起用不同的角度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有些不是說我支持 或者不是說我認同 有些保守的 相對上所謂某些名校家長 可能就會說 敗壞 又不好 又覺得脫衣 其實人家不是脫衣 是有一點肌肉而已 但是就要問 衍生有些人的說法 會不會你以往是欣賞他唱歌 以往是欣賞他跳舞 欣賞他的才藝 但現在去到會不會轉化了 或者有些人會認為 或者擔心 是欣賞他的身軀 密化了的身軀 由型義上 才藝變成型義下 只看那個身體 其實我想大家是不是應該先看追星這件事 我們其實幾十年來都有追星這種風氣 我們以前都有四大天王 所以追星這件事並不是現在因為MIRROR也好 BTS也好 才出現的 也都是因為其實追星那樣的背後 大家為什麼會追捧明星 都是其實會有一種渴望跟偶像 又希望欣賞他們的特質 或者甚至希望自己能夠模仿到他們的特質 加上自己可能跟蓬佩會有一些 一起追星的一種認同感 或者有話題 那這些種種的因素都是形成了青少年 或者甚至乎小朋友他們都會一起去討論 喜歡這些明星 甚至乎去衍生一個追星的行為 所以首先加上不要覺得追星這件事是完全錯的 我們了解了一個心理背後的因素 其次就是 剛才阿周你又說那個 密化了 你說六塊腹肌八塊腹肌 沒有腹肌是不行的 會不會變成 明明我是喜歡他唱歌好聽的 明明是喜歡他跳舞好看的 突然變成他站著就可以了 脫衣服就可以了 那會不會密化了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其實每個人每個家庭 他們自己奉行的價值觀 相信的價值觀也都很不同 或者可以反過來用這些這樣的機會 去一家人和小朋友去分析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當眾脫衣 或者他們的工作為何要脫衣 他們在體現產品為何要用這種模式 其實現在可以用一些更加開明開放的態度 去和小朋友去聊天 去潛移密化 將你認為是對的價值觀和他們溝通 嗯 大家剛才都聽到Jasper說的 起碼第一件事要和一些年輕一代 或者小朋友 假設你那個對象的小朋友 究竟那個為什麼會脫衣 不是說無端端的 你看到AK 還有件衣服在這裡 但是他們那個產品或者什麼需要呢 是另一個 可能脫衣服會好一些的 或者某些的過程裡面好一些 但是另一件事又衍生了 就是說除了譬如我們說會不會密化了 將那個偶像或者追星明星變成六個腹肌 之外其實就是說如果一些譬如家長對著小朋友 無論他是男還是女都好 當然最好是我們說的一件事 如果是女性的小朋友 他對於異性的那個追求或者渴求 其實又怎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影響或者應該怎樣去和小朋友說呢 其實因為現在基本上不可能去限制 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 限制他們接觸這麼多發達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說一刀切我不給 或者是這些不適合 我到時候拿走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那麼家長只可以是 跟這些資訊共存得來 是怎樣去增加那個渠道 去跟小朋友一起去在整個過程裏面 可以多給一些指引 指導 甚至乎自己都以身作則 去告訴小朋友 我就不會當中脫衣 但是因為他們工作需要 他們需要這樣做 至於你說同體是不是賣弄同體 那這些真的牽涉很多價值觀 甚至宗教 每一個家庭自己去拿捏 究竟他們應該怎樣去將這個信息 教導給小朋友 嗯 其實大家坦白說要想一下 除了譬如說今次是Anson Lo Anson Krohn之外 其實之前這些同一個品牌 都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球星 有了衣服沒了衣服 整個品牌的宣傳和Marketing 沒有人會說那些有問題的 當然了 剛才都說了 喂 當然是對一個同體 或者對那個會不會物化 是有一個應該要正面 或者跟它講清楚呢 但是如果你說 譬如異性的渴求那裡 那有沒有需要特別去highlight 或者特別去講呢 這個很敏感 基本上現在的小朋友很早熟 他們其實自己會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會接觸不同的異性 他們現在因為電視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channel上面 他們會有多了一些遐想 其實都不只是偶像 其實有不同的渠道 就算是Instagram 本身 他們已經有接觸這些這樣的刺激 觀感上的刺激 或者是畫面上 其實都已經是觸動到他們的好奇心 他們自己都會自行去發掘 所以我想關鍵或者一個提示 真的是家長不要去逃避 甚至乎有時要去主動找一些空間 或者一些對的家庭聊天的場合 大家去討論一下這些東西 因為避已經是過時了 我們真的要反而找尋一些輕鬆正面 一些可能開心的時間 或者一起看一些綜藝節目的時候 廣告時間 大家去討論一下 聊聊天 一來可以了解一下青年 或者小朋友他們的心態 加以輔導 二來也是一個橋樑 如果不是只會大家越走越遠 或者他知道很多東西 其實你根本都不清楚 他們已經是成熟到什麼地步 或者認識了什麼 父母是不知道的 尤其是大家看 這次譬如大家舉個例子 一起喜歡是AK 一起喜歡Anson Lo 起碼會知道原來他都在看什麼 否則其實很多家長對於自己子女 Instagram在追蹤什麼人 未必知道 或者Instagram裡面在看什麼 你也未必知道 可能他每天都在看肌肉 或者每天都在看大隻仔 或者其他女士 坦路避 坦路避的 其實這些不是說不好 大家也知道 我也不會說不好 反而是說 你如果擔心的話 應該怎樣去面對 而不是一味去逃避 說不好 不給 其實你不給得多少 尤其是你不可以鎖住他的電話 不可以鎖住他的人 而今時今日的資訊多到這樣 但是當然 譬如有個小朋友 或者子女 問自己 喂 很棒啊 說到有那些叫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 叫白車 那些hashtag是叫白車 帶氧氣罩 不行了 吐不了氣 當然是很誇張的用詞 但是如果家長 真是實實在在在 要跟他談的時候 可以怎樣談呢 我們剛才說的 要談的了 不用逃避的 可以談 但是 談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方向 或者仔細地 應該怎樣去談呢 如果是沒有基礎下 如果平時都沒有什麼幫 還是沒有什麼聊天 坦白說真的難一點 對 就是提完之間 不知道怎麼都會說 是啊 很難開口的 那個基礎 真的希望家長本身 就是跟小朋友日常 有一個比較好的關係 可以聊到一點點 在這些情況比較容易切入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其實家長可以開始想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這樣的渠道 去了解我子女 或者了解他們想的什麼 follow些什麼 其實正面一點 或者我們主動一點 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去設立這些渠道 比如說 開始搞一些家庭活動 現在秋天可以逛山 你逛山過幾小時可以聊天 當然 竟然就不是吃 可能有些覺得 這麼辛苦 跟爸爸媽媽聊天 會不會短時間一點 然後慢慢再長時間 需要不需要這樣的步驟 比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慢慢再拖牆 是啊 要啊 如果是這樣說 可能短 就是一起搭車的時候聊天 這些都是要逐少逐少去累積 都不可以一來就說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就是一向都跟你沒有辦法聊 要跟你逛三個小時 或者去露營 去overlight 就是 真假的 怕更糟糕了 所以十歲之後的小朋友 可能真的需要策略是投其所好 如果本身是沒有一個渠道 父母是要放下身段 去看一下怎樣去 不要說迎合小朋友 就是家長都有家長的權威 是不是都不可以說 哇 我們完全 他喜歡踢球 你陪他踢球 是啊 都要真是找一個 middle ground 我們叫找一個 大家都覺得可以一起去 enjoy的一個時間 去慢慢逐少逐少試一下 去打破隔膜 建立一些溝通 才可以理解到他們的世界 嗯 另一件事就是 比如可能和女兒 女兒又喜歡MIRROR的 喜歡教主的 媽媽又喜歡的 那會不會兩個同一時間去 一起去吐不了氣 其實會有一些同聲同氣 甚至乎大家很快 很容易就打成一片 就是不用跟你走山 搞那麼多東西 一起帶氧氣罩 這樣已經OK了 我相信現在坊間 一定有這樣的情況 大小姜糖 大小教主 那些什麼神徒 所以一定會有的 但是沒有得逼的 當然你的小朋友 或者青年 他們 感不感覺到父母 是故意投其所好 這個大家要拿捏 你都要真誠 你不是假裝是投其所好 假裝投其所好就不行了 當然我們另外也要說 很多人 很多叫做比較傳統 我們不能說他食股不快 比較傳統的上一代 或者傳統的家長 認為追星不好 認為偶像不好 又認為脫衫不好 坦空露備不好 什麼都說不好 究竟如果是家長的話 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或者是小朋友 看到這些家長又應該怎樣呢 我們用兩個角度去看 時間 24小時 如果他花了很多時間去追星 真的physically出了去 或者花了些時間 其實就是說他那24小時裡面 其實他不夠其他健康的elements 如果家長覺得追星是很不健康的話 有些家長可能覺得中立 有些家長可能覺得中立 其實在他24小時裡面 其實會了解了個小朋友 或者青少年 其實他分配的時間是怎樣 會不會可以增加一些健康的元素 或者爸爸就跟兒子去打球 或者媽媽跟女兒去逛街 雖然不是說逛街是非常絕對健康 但是起碼你是給另一類的選擇 去substitute那種追星的時間 不要只掛著什麼什麼 無論那個叫追星也好 看小說也好 打遊戲也好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over的 就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一件事 不是說要用另一件不健康的東西 取代這一件不健康 而是將它分配分散 但是你剛才說的 如果是譬如小朋友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小朋友的角度 就是如果小朋友對著爸爸媽媽 他什麼都說不好 追什麼都說不好 又說浪費錢 又浪費精神 又說那些叫什麼 令到你迷失自己 心智什麼都好 帶氧氣罩影響身體健康 那又怎麼辦呢 小朋友會怎樣處理 一般的反應是怎樣的 如果去到這麼極端的話 其實只會得到一個反彈 你看看多少歲 如果他還在你鉗制底下的話 你可以真的困住他 封鎖他 沒收他的手機 但這些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建議 是的 但是其實 剛才我們一開始不斷強調幾點 就是你都是要開明 open 去溝通 因為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已經覺得他沉迷了進去 其實會不會是中間已經發生了很久 導致他 而你又不知道 而你又不知道 所以那個位置 其實怎樣拉出來 就是要靠 真的打開他的心 說爸爸媽媽很擔心你 是吧 擔心你身體 你追星 你會不會不夠睡 你不會餓 會不夠精神 影響讀書 首先從關心的角度 還有媽媽小時候都喜歡明星 我小時候喜歡明星的方法是怎樣的 現在你們是怎樣的 就是真的要去同理心去進入小孩或青年 他現在的行為 是不是因為出現逃避 或者我真的覺得學業 或者整個社會 我想因為想逃避 我用追星這件事來寄託自己的時間 或者麻醉自己 我想這些都是很深層次 每個家庭 大家去溝通 為什麼他這些行為 或者他目的是什麼 如果他是真的說 我不想讀書 我只是想追星 那父母真的要坐下來談一下 為什麼不想讀書 是不是 那是因為壓力 或者是追不上 或者是各種各樣家庭的原因 那這些都是很多範疇的東西可以討論 那當然我們看回大家的背景 你都會看到兩個大小孩 甚至雖然被我遮遮就又出來了 其實去到這些位置 會不會說那些家長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些不同的宣傳 不同的活動 他自己獨立去建立一些叫做正面 正向的導向 譬如他很健康的 其實你看看 別人是要做運動 很辛苦才能做到這樣的 或者別人是跳舞 才有一個所謂的完美的身體 或者叫做比較有肌肉的線條 那你將來都可以這樣做 會不會反過來 你既然說他不好 不如你試試怎樣好 是的你的建議很好 其實就是偶像 本身他們能夠成為偶像都是因為財藝 他們才華 很努力 很努力 很不放棄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首先要先提示這些東西 另外就是剛才你說的 因果的東西 為何他現在可以有這麼健碩的身形 或者你們覺得這麼美好 男生女生也好 要有一個健美的同體 都不是十個 可能不知道有多少個是天生禮質的 可能真的要靠努力 去均衡飲食 做運動 很克服很節制 才可以做到這種效果 你做不到 是的 都可以是一種正面的一個示範 其實據我知道 譬如你說劉德華 就是剛剛六十歲大壽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 劉德華都不像六十歲的 劉德華都很健碩的 當然當年四大天王年代 其實你看到劉德華 跟現在差不多一樣 就可能會跟大家說 你做不做到他做到的事情 他那些戒嚴不戒堂 戒什麼都好 這些其實可能 我慢慢這樣去 說回下一代聽 或者說給任何一代聽 都好 是否都可能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就是將一些你覺得不好的東西 或者大眾覺得不好的東西 我們正面化了它 沒錯 對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是得來不易 就是各有前因莫善人 對我們說 就算是一個我們表面覺得 很好的一個明星 但是其實他背後的努力 很多時候都是在一幅相片背後 看不到的 沒錯 梅遠芳之前電影宣傳都說 台上三分鐘可能台下十年功 你如果要羨慕別人抬上三分鐘 你可以的 勤力點 努力點 早睡早起 做多些運動 你讀不讀書 或者等等 你自己去分配時間 然後做運動 然後有個堅毅的心 好了 最後有一位名校家長 所謂名校家長 其實他的心態 就不要 荼毒青年 敗壞社會等等等等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他明白到 如果他有看到我們的片段 就當然很清楚明白了 其實如果他沒有看的 就這樣跟他講一講 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他知道 究竟整個社會發生什麼事 還是其實都沒有什麼可能 其實我都很感同身受 這位家長 他的迫切 在他的信件當中 你看到他很心急 也很憤怒 也很困惑 所以我作為家長 我其實是感同身受 感受到他那種 如葉窩上螞蟻的心情 但是都是我們 重複回我們今集說的內容 就是 其實追星並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MIRROR也都不是 是啊 兩年 當然是三年 沒錯 那以風氣來說 其實如果一個小朋友 是出現了一個上癮 或者是過分沉迷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首先不是社會 不是學校 不是MIRROR 是家庭教育 我們怎樣去跟小朋友一起去輔導他們 或者跟他們一起成長 給對的價值觀 好 我很喜歡最後這一段說話 就是所謂名校家長 你叫人們取消演唱會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有問題的時候 是社會的問題 是MIRROR的問題 是花姐的問題 是這個品牌的問題 是他身體太過完美的問題 但是自己就沒有問題 當然了 就是由《全民造星》到現在都幾年了 就是不能夠說 你的兒子原來突然之間很喜歡他的 而你又不知道的 原來你的兒子突然之間 因為他而影響了學業的 你又不知道的 我們只能夠這麼說 你可能沒錯的 但是比較特別 最後也謝謝Jasper 跟他們說 看完廣告之後 究竟家長應該怎樣跟兒女一起去正向欣賞廣告 欣賞Anson Lo 欣賞Anson Kwon 兩個A 就是MIRROR A 這次都幾出色的 好 那就謝謝Jasper 拜拜 拜拜